我有一个表弟,他从小就很聪明,上学只会让他觉得无聊,因为老师讲的课对于他来说太简单了,导致他每次上课都会打磕水。 考试前看几眼书,对他来说就已经足够了,无论什么学科,每次考试他都是第一名。 他很苦恼,因为学习成绩太好,导致他没什么朋友,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他跳极了。 他从小学直接跳到了高中,学校里的同学年纪都比他大,这也让他和班级里的同学产生了大一钩,他就像是一个透明人,不过这也让他更努力学习。 不久之后,表弟高中毕业了,他本来可以直接上大学,但是他在家打了一年的电脑游戏,最后他父母强迫他复读一年再上大学,上大学后还是没人能和他成为朋友,因为那时他也才15岁。 大学的课程对他来说也是小菜一碟,相对来说,他觉得玩游戏还更难一点。 可即使是每天打游戏,到考试的时候,他依然能考到最高的分数。 当他大学毕业时,他反而很失落,因为尽管自己成绩优秀,但这让他感觉没付出过任何努力。 他曾经想过自己要成为一名科学家,但是他觉得还是电脑游戏更加好玩。 几年后,他的父母厌倦了他的无所事事,并说, 今天开始你就搬出去记住,我跟你妈妈也不管了,你必须尝试下什么是自食其力。 就是,每天玩游戏你都要废了,去尝试下自己赚钱的生活吧。 凭借自己的能力,他很快就通过一家公司的面试。 每天工作八小时,但其实大部分时间都在偷偷玩游戏。 月末的时候又因为业绩没够,导致差点被解雇。 即使他现在开始赚钱,仍然觉得生活没什么意思,不过他也有后悔的时候。 本来他就有巨大的潜力,可因为自己好玩,把这一切都放弃了,又因为懒惰,白白虚多的光阴。 他看着身边的人一个个取得成功,陷入了沉思。 小伙伴们,接下来该干嘛,你们知道了吧。